好我们就从三个面向一起来看昨天的这场台北市长辩论会 看历练看资历还有包括准备的齐全度 三位候选人的表现台师大教授有分析 交给记者魏佳琪 台北市长候选人辩论会昨天是落幕了 不过呢这三个人的表现怎么样学者是怎么看呢 师大的教授范世平就养了三个人的优缺点 那么代表国民党出战的蒋万安呢 他们就说了他意改温和的风格 那么这一回才强攻的策略 看得出来蒋万安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那么政见深论几乎都没看稿 可见呢他是做主准备才来的 那么当过副市长的黄珊珊呢 他则认为过去担任这些副市长议员的经验 让他对市政是相当鲜熟 昨天的表现也是正常发挥 表现得相当自然 至于陈时中的部分他认为 不无韵不火而且碰到没有准备的 似乎有一点点反应不及 但是呢黄奖都是连攻他 而且是冲着他而来 还认为他蛮耐打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指挥官的训练成果 那么其实过去的经验 对于他们来讲都有各自加分的效果 但是他就说了 辩论对选举呢 其实冲击应该不大 但基本上就是喊给基本盘听的 希望大家的基本盘可以归位 甚至是初来投票 因为这一次的选情相对来讲 真的是比较冷 所以透过辩论的方式 希望能够凝聚基本盘的信心 很多人也好奇 在看过了辩论会之后 对于候选人来讲 会是加分还是扣分呢 其他选者的看法 究竟在这个选后 还会再呈现这样一个 萨卡都的局面吗 就是在这个投票之前 那会不会有这个气宝效应 再交个加起 在北市讲候选人的辩论之后 那么在萨卡都的台北市 有没有可能发生气宝效应呢 有学者认为 这一回气宝不会在台北市来上演 讲这句话的人 就是文大的广告系教授 纽泽勋 纽泽勋说你看看这一回的辩论 代表国民党出战的蒋万安 他这一回是有备而来包挂了 微笑啊手势都有加分 他就是要建构一个 他是市长的模样 他认为他应该可以稳定领先 而且呢 他的险情可能像稻吃甘蔗一样 至于他猛攻的对手 民进党籍的前十周呢 这一回也是打蒋万安 甚至是打黄珊珊的师傅 柯文哲 古基本盘 感性的谈防疫成绩 他说这个阿忠有守护台湾 感性跟理性并成 他认为找回指挥官的人设 比预期的还要好 他认为这也是练习出来的成果 至于当过副市长的黄珊珊 他认为事业专业 事政的专业就是他的极占力了 那么他炮打蒋万安跟陈时中 免于被气爆 甚至是被淡化的形象 守住了咸熟市政的形象设定 但现在看起来这三个人 各自有特色 也是三强鼎立的状态 也因此扭哲勋认为 这一回气爆的效应 并不会在台北市内上演 黄珊珊因为熟悉市政 所以被柯文哲视为接班人 关于在这个市政议题 包括像是在能源配置的部分 柯文哲说 这个部分蒋万安跟陈时中 都不敢跟他辩 交个假期 在北市长候选人辩论会结束之后 大家都很好奇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是怎么样看这场辩论呢 不过柯文哲当然不意外的 挺他的接班人黄珊珊 觉得他最熟市政 而且他觉得这场辩论 就是蒋万安跟陈时中 两个人不敢来 跟黄珊珊PK市政题 我们的眼睛来看到的是 其实昨天在辩论会之后呢 叫柯文哲是跟自家的议员小鸡 来开直播 那么小鸡当然也就是 来帮忙问这个问题 他就问他说 你觉得表现怎么样 他说他认为黄珊珊的市政 相当的选手 当了21年议员 又当了他三年的副市长 但是陈时中跟蒋万就是知道 他对市政是摸透透了 所以很怕跟黄珊珊来辩论市政 所以网络评分他认为 明显大家都对黄珊珊的好感度很多 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 不过其实早在辩论会之前 这个柯市长就有帮他 昔日的副手来加油 送上了甘蔗汁 他说其实他每天这样 跟黄珊珊相处下来 他知道他对市政非常娴熟 所以也不用跟他建议什么 反倒是希望他越战越好 像道吃甘蔗一样 因此说了他一罐甘蔗之之外 还有一个一比一比人还高的甘蔗 希望他如同道吃甘蔗 选情可以越来越稳 不过柯市长的加持 有没有办法影响到黄珊珊的选情 后事可以来关注 这是关于抗中保台的跨县市口水战 我们现在看到是在台北部分 这个政见辨论会上有提问是说 中共二十大之后对台强硬 而且强调绝对不会放弃使用武力 而身为台北市长是前线的民防指挥官 要如何的来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呢 我们看到是国民党讲话 是有备而来 他就说一选举就谈这个抗中保台 但是飞弹飞过上空时 却没有发出任何的警报 以及现在台湾艺人在中国工作 就被骂是卖台 但是民进党的桃源市长候选人 郑运鹏 他之前曾经在陆经商 这个专利申请时 国家是中国台湾引发了争议 难道不是双标吗 我们就会看到 这被点名的郑运鹏禁办 就回应是很遗憾的 讲话对台北毫无愿景之下 只好来抹黑 转移他的无能转移这个焦点 不过我们来看到 是这个张善政的禁办 也攻击是说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 已经被这郑运鹏 是彻底的裂解了 所以这个催票万灵丹 似乎现在已经出现的是抗佑星 连来新竹也能遇到 讨厌陈时中的人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陪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车队扫街 愁中者献街头 但当这个中字转换成中国大陆 在这次选举不仅较地不灵 还让陈时中在辩论场上挨打 在拼民进党口号治国 因为辩论时媒体提问 双城论坛是否续办 陈时中先酸柯文哲 让五星旗在台北游行 反被蓝白夹击 蒋万安更用湘民梗 奉刺绿共一家亲 双城是绿共一家亲 差不多了 台北看到五星旗是 我们市长的责任 还是总统的责任 他先搞清楚 他如果五星旗不可以 在台北市街头出现 那先问警政署长 问内政部长 问卿建院长 问总统 怎么是来问我呢 意识形态问题 坑文哲不想多回应 但对陈时中来说 本来是自己的送分题 却把分数送到对手手中 怎么行 蒋万安发明了一个新的名词 不过他自己的 不投降承诺书也都没有签 他都觉得那些是不重要的事情 拿来扣别人的帽子 我想也是不对的 蒋孝岩在在主张三通 还去当中国买办 到底谁在舔共 隔回苏贞昌颁奔蒋孝岩来救援 差点掉在辩论台上的 民进党抗中神祖牌 可不能让蒋万安捡到 TVBS新闻刘亦俊丽萍 新竹采访报道 全世界最想把采购疫苗过程 公租以示的人 辩论尾声这句话 瞬间成了全场焦点 传出黄珊珊听到后 立刻转头 两眼直盯着 陈时中六秒钟 我转过去是看她说 怎么会是她是全世界最想公布 疫苗资讯的人 这个匪备所思 辩论会后 疫苗合约依旧朝不停 同样有炮火的 还有黄珊珊在会中提到 编列7.9亿亿元的 少子化办公室 第一时间陈时中没回应 但隔天透过影片 简洁适宜 这几年少子化办公室 做了什么 强调自己在卫福部长任内 扩大推动不运政补助 但面对黄珊珊之一 当初卫福部成立 少子化办公室 只开一次会 却拿7.9亿预算 陈时中反抢 这是在影射海角七亿吗 这是那心里有鬼吗 这是我审计部调查的结果 这也是相关立法院 调出来的资料 他如果不知道的话 是不是请他们立法委员 帮他调一下 办公室的经费 不会用到7亿元 其实少子化办公室 是在2017年4月成立 当时列出了几项 改善儿哨环境 以及平台服务的重点方针 甚至花费7.9亿 推动诱托公共化 其中有两亿元 花在采购育儿白宝箱 但不止民进党立委 林静怡批评 就连时任行政院长 赖清德也打枪 因为我把宝箱 我真的认为应该要检讨 因为他对促进 生育力没有帮助了 不过修正过后 苏贞昌说现在有成效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连现在的零头都没有 什么办公室开几次会 这种数字性的扭曲 左打白右打蓝 要拉抬陈时中选情 苏贞昌也聊了去 台北的夜晚20度 但黄珊珊要让选情加温 更进一步 早上7点到晚上10点 骑单车绕了整个台北市 小市 加油 加油 眼看爱将这么拼 本来没打算出席的柯文哲 帮父亲过完90岁生日后 硬是从新竹赶回来 就是要陪黄珊珊骑个一小段 大市民 情报过瘾 辩论记账后没休息 黄珊珊继续冲刺 最后一站抵达北市府 柯文哲也为她准备了神秘礼物 是我们的象征传承 意义的公示包 不只用柯文哲送的脚踏车 齐完全程 现在又收到这公示包 交棒意味相当浓厚 我今天把这个公示包 也交给黄珊珊 我非常希望 12月20号我卸任那一天 我是把棒子交给黄珊珊 今天这个公示包非常的沉重 这是一个很重的责任 从意志力来讲 我应该不输给柯文哲啦 毕竟刚结束高压张力的辩论会 用来挑战体力极限 果然很考验意志力 不过对手也没闲着 继陈时中之后 蒋万也现身出席 意识节庆祝活动 没忘了把每双手握过一轮 再上台致辞 虽然没有陈时中的医师背景 但讲完强调自己跟医师 也是零距离 三方阵营都积极争取选民认同 但选战斗数最后两个礼拜 有民进党部据名消息 向平面媒体爆料蒋万 准备在最后一个礼拜 向猛要请辞立委 话没说死 但他隔壁选区的 民进党立委何志伟却抱怨 还得帮蒋万安处理选民 陈情真的觉得很母汤 其实先任立委参选 民进党数目是在党的两杯 国民党只有蒋万安与许舒华 参选新市长 另外周则是选竹北市长 民众党有高宏安选新竹市长 但民进党却有七人 包括选基隆的蔡世英 桃源 郑运鹏 台中蔡其昌 彰化黄秀芳 云林刘建国 以及屏东周春敏 台东刘教豪 而到上午十一点为止 郑运鹏 周春敏 刘建国 蔡其昌 所属的司法文贵 以及蔡世英 所属的国防文贵 都没有签到记录 高安则是签到 但尚未直选 蒋万安可能是选将中 这一天唯一直选的立委 这个待职参选 他的样态形式有很多 那这都是要候选人自己 要去下的决心 蔡其昌连请假副院长 都没有做 民进党应该先好好思考自己 而不必帮蒋万安打算 以及讨论别人 不如想想自己 到底是怕蒋万情辞 让民进党相对受到压力 还是先带风向 选战倒数 至少这预防针得先搭 台北采访报导 台北市长的候选人们 都提出自己对台北的规划 要让台北不一样 不过他推出的政策 真的是你喜欢候选人所提的吗 现在有杯题就设出这款 给你三十万 让你测一测 点开测验网页 实题三选一选择题 涵盖蒋万安 陈时中跟黄珊珊的政策 从居住都跟育儿 到交通通通都有 要测选明心中喜欢的政策 配对台北市长候选人 但有好感的候选人 有对应到民众喜欢的政策吗 像是台北商脑筋的交通问题 拉入公车 U-bike 共产机车这些 我会觉得说 这样对我来讲会比较方便 还是1280比较实际啊 因为我们没有住内湖啊 那长照的问题 长照的想法 跟谁比较接近 那我们比较需要一个老人的 一个娱乐的地点 电力社区的关怀圈 让老人们互相照顾老人 看来喜欢的政策 不等于喜欢的候选人所提 那朝夕相处的幕僚也能心意相通吗 安全顺利闯关 但可不是每个人都向他政策牢记 好险好险 最后配对的还是自己的老板 让子弟兵小松一口气 选前考考你 其实背后测验的目的 除了免制马桶和深蹲 我们好像不是很清楚 各个候选人对城市的期望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觉得 再做一次政策配对 游戏应该会蛮好玩的 是要让民众了解 自己喜欢的政策再选择 而不是被意识形态绑架做决定 请被别新闻的观众 佳琪台北下方报导 民养台北市场候选人 陈时中被拍下疑似与女性 手勾手的画面 就是在建国北路的这间知名月菜餐厅 但这里的消费可不便宜 一个人低消 一千二如果开上最好的包厂的话 少说得花上八万元 用餐环境舒适又隐秘 一旁还有沙发可以休息 公布这些照片的北市议员许晓希 说陈时中当天定的包厂就是这里 据说那个招待所 就是说他的VIP厅 类似招待所的这个形式 一个晚上的递销是八万元 依依不舍不愿意离开 是在幕僚的层层催促之下 才上车离去 对于拍摄细节描摹到位 但照片谁拍的 陈时中阵营却质疑 根本是蒋万安团队一手策划 我们的候选人陈时中 似乎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在跟着他跟肩偷拍 蒋家威权DNA又回来了 我绝对没有找狗仔跟拍陈时中 我的财力也完全不可能 做到这件事情 媒体无法刊登 那所以我拿到的 其实不仅是八张照片 还包含了媒体已经完成的一个稿件 拿来的钱请狗仔 徐晓庆强调自己手中握有证据 不能刊出是因为媒体受到压力 有人愤而丢出这样的照片 而没有刊登 那这背后的故事 可能在才是更害人听闻的 陈时中阵营 却用牵托的方式转移焦点 候选人的私生活被摊在众人面前 但绿营在意的却是照片来源 就怕镜头少了我到哪都要紧贴的市长走 但前老板身为蓝营母鸡 侯家军选情却告急 所以戴湘怡要加油 要加油 你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纯正白瞻主打猴元素 但雪山倒数 新北三位侯家军拉票影片同时上线 浮现的却是抢救异味 我和湘怡阿笑 我们就是约好一个摄影棚 然后邀请市长一起来拍摄 我相信年轻人的表现 也渐渐的可能反映了侯市长 四年来年轻人对他的支持度 所以我们也会好好的表现 不会让他落魁了 台面上要选的一视同仁 但自家小鸡选情直接反映 執政成績更牵动侯文怡 能否在二零二四占据一席之地 发挥母级本色 民调有起色 而绿营的林佳龙却因确诊出关后 还在自主健康管理 母妻角色只能请太太代劳 而且我们现在起边 和尊临家就会堪秀完喽 也是可以顺利 以及我们的起政务 我们的大人都 大家一起合照 这样好不好 受其有模有样 致辞一讲就是十五分钟 替身气势 不输本尊 前总统马英九不止韩洞蒜还助选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对 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 对不对 对 但是徐正文没被国民党提名 他初选民调只有百分之十五 是大安文山区的最后一名 却不服初选结果 大闹全带会 遭国民党开除党籍 马英九站台 是打脸朱主席吗 董董 家持过了 一定对不对 对 事后马英九办公室声明 当时路过自家楼下 发现徐正文造势 硬邀讲话 曾询问是否经国民党提名 徐正文答复有因而上台 但监察徐正文并未获得党提名 马前总统正式向外逗歉 并撤回相关谈话 马公 我们帮徐正文站台 这件事情主席知道吗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主席会继续了解吗 党主席没状况 没有正面回应 对着同选区 拼到变伤兵的党籍新秀 亲和一刊 昨天半夜杨子斗 因为呕吐跟晕眩的症状加剧 那么再度的挂急诊 那住进了医院 罗志强 富光子弟兵杨之斗 上周从讲台摔下 伤到后脑 追两天急着出院 一直有 亲外脑震荡会晕会吐 脖子也得戴户套 情况恶化之后 撑不住了 才去挂急诊住院 为家不要担心这段时间 我会来当他的分身 明天开始就会开始 代替他接头演讲来败票 北市丹文山区 兰英铁票区 一个拼到体力不支 受伤住院 另一个误导马英九站台 泛兰基站不择手段 题目新闻综合报道 选战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总统蔡英文连两天南下桃园 为市长候选人郑玉鹏站台 六号整天连跑三个辅选新车 母鸡蛋小鸡 全力帮郑玉鹏拉票 七号又出席工程动土典礼 很难不联想 背后的目的是要帮忙站台 巩固票源 而之所以这么拼命 不是没原因 就是因为桃园市长选情胶着 根据TVS10月20号出路的民调 代表国民党出战的张善政 以38%支持度领先郑玉鹏的28% 第三第四分别是五党籍郑保卿 以及民众党候选人赖湘林 而根据自由时报 11月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 则是郑玉鹏以33.42%居于首位 紧追在后的张善政是30.59% 另外根据QuickSeek同天出路的民调 虽然是张善政以38.7%支持度位居第一 但跟紧追在后的郑玉鹏 两者只差0.5个百分点 我们每一家都会参考 那我们看的不会是数字 而是看的是趋势 那我们只要努力超过 争取更多年轻朋友 争取更多中间选民 看到我们八年的成绩 愿意让孕玉来接任 我相信到最后 我们的差距是可观 而且有信心的 九合一大选进入冲刺阶段 候选人形成满党 就怕一不小心 就跟市长宝座插身而过 党内大咖也帮忙催票拉票 为了就是要赢得最后胜利 提别新闻林志伟 这样子看陶渊采访报道 跑几个夜晚 就算是在选战的 跑地方行程的时候 我可能晚上我还得 努力的去翻找 可能是十年前的邮件 来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雨带哽咽 称自己疲于应付 接连不断的抹黑攻击 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 现出男友人头助理风波 一个多星期 秀出三四百张对话截图 当证据 包含像是他本人去参与我们得一些立法院的考察 出自男友李中庭出席各场合的照片 证明真的有做事非人头 高宏安说 李中庭在2020年1月到2021年3月 当立院助理 健保挂哪 不构成问题 老实说我自己在看完这些工作记录之后 我觉得四十六个小时都还嫌少 但是因为立法院上线也就四十六个小时 所以也没有办法 他本身是2015年离婚的 我在这边可以指证明 再生户口民部强调绝没介入南方家庭 只是高宏安才澄清 对手国民党的林庚仁再丢更多资料 指他要办公室公费助理上缴款项当个人小金库 十一个月内共87万多都作为他个人支出 这个金额也已经接近他办公室助理加班费上限九十三万多元 其中一比八万元跟一比八万八千元支出 署名给J开头助理 邻居上显示是有理性前助理领走 是不是为了满足你个人及民众党各项 这次的使用 涉嫌违反 贪污治罪条例 利用职务诈起 财务罪 今天洪安已经有讲得很清楚了 林庚仁指证丽丽 高桓被控挪用公费麻烦大 一天没说清楚 就难证明理工女所为 到底怎么样算合法 TVBS新闻华少平李平 台北报道 总统蔡英文周日福选行程 一路从桃园新竹南投到晚间抵达台中市 到申刚为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琪称站台 台中的选业气氛是越来越不一样 其中是一直在拼 现在的民众是越来越外 现在的对手是很接近的 所以这次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蔡琪称 给他满满的支持满满的热情 给他继续唱 继续拼 这样我们的吉祥就会赢 这样好不好 说蔡琪称民调与对手越来越近 要大家再比你下 吉祥做市长 我们要把台中的庭案做得更好 吉祥做市长 要把台中的空气做得更好 这边是中央级的总统加持 对手阵营则有小市民帮忙赞虾 要拼连任的市长卢秀燕 周日一大早到大坑登山步道的农夫市集拜票 摊商拿起麦克风高喊加油 还有人开心向卢秀燕要签名要合影 周间忙市政周末抓紧时间拼选址 不只帮武党籍市议员陈青龙站台 也分别出席议长张清照 以及议员黄仁的联合竞总成立 傍晚回到大理区的竞选总部 卢秀燕把时间留给孩子们 动动手脚跳跳舞 卢秀燕跟小朋友互动 向爸妈喊话 强调自己会做家长们的最强后盾 TVBS新闻苏泰影江俊燕红彩龙台中采访报道 母鸡戴小鸡一早七点半 高雄市长陈其迈站入口拜票 投票倒数19天 他宣布陆站开跑 时间真的是也非常短 就是存在到刚才的时间现在是 我有空的时间其实也剩下 真的是不多 真的要拜托所有的市民朋友 首场入口拜票 陈其迈也会在11月10号 正式请假投入选举 反观其他县市不守候选人 是立委带职参选 他怎么看 以我自己为例 我在18年的时候选权吃掉立委 那这个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那决心也不同 提到2018年 当年对手韩国瑜 前一天倒是到了屏东助选人气爆棚 春战蔡总统 苏葵 李四川等人 都是屏东子弟 那他什么时候要来拉台 柯志恩 柯志恩 空降高雄之后 当起在地母鸡6号 一年出席了好几场议员的竞选总部 成立大会 展现蓝军女力团结 他说陈其迈有一项赢过韩国瑜 陈其迈很喜欢跟韩市长比 终于有一样比过了 他在两年拼四年 让我们的年轻人少了3.5万人 有高吗 有 终于赢过韩国瑜了 柯志恩曾预告11月韩国瑜一定会来 而他目前是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 两个人近期不排除会议公益活动的方式 合体亮相 TVBS新闻 艾昭弦黄晓琪 SMG小组 高雄报道 似乎怀念当年选总统的身世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献身屏东 为国民党候选人苏清泉站台 如果苏清泉县长当选 找韩国瑜当志工 到屏东县 我不收薪水 我帮你们去卖 农产品 紧握苏清泉的手 要把屏东农予产品卖出去 想在绿道出汁的屏东出现不容易 上台前还特地到东隆宫成心参办 来因派出寒流旋风 绿营不甘示弱 同天晚上同样选在东港 行政院长苏贞昌举办政绩说明会 帮候选人周春敏在下 只是几天前 苏清泉和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搭火车到屏东火车站 当时有感而发 提到争取高价化 却被诉魁很酸 这次屏东现场在选举 竟然有个候选人说这个是他争取的 当时连当立委都这样 他不敢说他裁定的 他说他正出 他用上正出 裁定的就是我了 两百四十五亿 这两场竞选场子距离不到百公尺 直球对决比人潮更拼气势 TVBS新闻叶凤达林一邦 SNG小组 屏东报道